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快速来定位目标 有几种方式 首先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 你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大 内容会变得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 右边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如何来快速定位到一个目标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方块 还是这个楼梯吧 比如说这个楼梯 你可以在世界里面选择这个楼梯 按一下F 按一下F 它会马上的聚焦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呢 比如说我们在纵观这个世界的时候 纵观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搞不清楚哪个地方在哪里了 你可以通过右边选择以后点下F 也可以快速的来说到这个位置 快速的说到这个位置 好 或者是什么方法呢 或者在右边 在右边双击它也行 你看我们双击某一个目标的时候 它也会快速的来进行切换 快速的进行切换 好注意快捷键是F 另外我们还需要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这一个模型 比如说我现在点了这个楼梯 它的文件在哪个位置 你可以通过快捷键 Ctrl加B 可以看到很快速的来定位 比如说我想复制另外一个 可以很快速的选择这个 注意快捷键是Ctrl加B 可以马上知道这个文件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人物 也通过Ctrl加B 可以知道这个人物的文件在哪个位置 文件在哪个位置